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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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展覽是由步行或行走開始 行走在空間中穿越了時間 行走是進行中的 人的生活是流動 展覽的流動性 基本上是透過觀眾的心繩頭腦與腳步並行來完成 概念從步行的行程需要兩腳之間的距離才能行走 由此開始 FILD這個計畫其實是今年方圍這個展覽的委託製作 在家風中行走 那時候比較有感覺的是行走這塊東西 我在田野的過程 我也開始去思考行走這件事情 我如何在這種身體力行一個動態的身體 跟自然的一個身體感的交換去創造這個行走的動能 我們習以為常的行走 既簡單也不簡單 距離有多大 距離大到令我們頭痛的台灣海峽 小到事物之間的縫隙 之間與縫隙與距離是展覽的核心概念群 透過各種作品呈現 那疫情時代需要很刻意地維持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這件事也提供策展團隊思考距離與生活的關係 這件作品它談到其實比較有可能是跟一個人的創作歷程或生命歷程走到某個階段點的時候的某種需要去面對的一個處境 也許跟芳威說的所謂的在甲風中行走可能有某種關係 我的作品主要是點、線、面 舉步的時候那是一個點 我的畫線性很強 我的線跟線之間有很多縫 那剛好跟它的主題很切合 行走也形成線條 行走所形成的線條圍繞在我們生活周遭 隱藏在生活環境的各個層面 各種線條的呈現、連結與對話也是展覽的重點 線條在展覽的各種脈絡與視線連結上都有佈局 而夾縫的概念指向縫隙 所不同的是 夾縫有指涉壓迫性 是使人處於難以前行卻不得不行 既而生出可能的生存之道的縫隙 舉凡面對大資本主義底下的小經濟 像貪犯、街友或戰爭出逃的難民等等 都可以視為是夾縫中努力前行或 向後行走的現實與現象 夾縫也可能是解決之道 人類生活起於行 必發展語言溝通 必此 行走與行動的意義跟意象 透過語言的演變 與人類活動在時空的擴延 城市與文化的發展 而有豐富的意象累積與交互連結 展覽另外一個較大的重點方向 是行走所延伸的現性與文字敘述 所造成的現性的探討 我們常說走入或走出歷史 走入或走出夢中 行走在生活中連結與指涉夢 真實與虛擬 我們也常說找路或者尋到 也就是從實際的行走 乃至於將之比喻成人生與生活的目標 途徑等等 當人類的文明受到打擊 受到重創 走路便成為啟示 也具有療癒的作用